有民眾日前到台中高鐵站要等候親友 沒想到他就現場發布 發現兩部救護車鳴笛聲之大 想說這個狀況應該是蠻危急的 可是你知道嗎 下車的不是傷患 所以質疑是不是有民眾把救護車當小黃 甚至車子離開之後 其實鳴笛聲還是持續大響 但救護車公司要澄清了 當時車上載的是器官移植手術的團隊 跟準備要移植的器官 這一切都是誤會了 太誇張了 救護車高速的行駛到高鐵站 兩台救護車依序停靠在高鐵下課區 引發民眾騷動 因為下車的不是傷患 看起來也不像醫護人員 民眾拍下畫面質疑 救護車被當成小黃計程車 我們下一次就會想說 緊急開到是有什麼重大的什麼事情 結果我看了一下沒有 下來的是手腳很OK的人 他其實是因為載送器官移植的手術團隊 所以他們並不是一般的民眾 這是屬於執行醫院端的一個器官移植的請勿 救護車公司澄清車上載運的是器官移植手術團隊 和準備移植的要搭高鐵返回台大醫院進行移植手術 不過手術團隊下車之後 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嗎 救護車上空無一人鳴笛聲卻持續大響 中間他要回去的時候 他不是安靜的離開喔 他還是用緊急鳴笛聲很快速的離開這樣子 事發在十八號晚間七點多台中高鐵站前 大眾的問題你要考慮啊 如果說他有下一個比較緊急的事件的話 那民敵是合理的 民眾意見兩極根據規定 如果有疑慮可以向台中市衛生局檢舉 那如果這個案件是 再送我們的器官移植的手術團隊跟器官的話 那符合我們剛剛的那個 設備標準及管理辦法 面對質疑救護車公司 親上火線澄清沒有不法 觀感如何民眾心中只有定奪 記者王菲菲張一智台中報導